大家好,又到了半邊電影人的時間,我是阿天 Horace 今天介紹多兩個朋友,小花上次出現了 今天介紹了養虎為患,我們今天說養虎為患 所以就叫我們的小虎出現了,不知道他願不願意走了 走了,很難得,叫他頂頂地 我們今天介紹養虎為患,最近都很熱,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網絡上爆紅一套Netflix的紀錄片 本身是七集的,但是因為爆紅之後 沒有導演,可能Netflix製作方想吃條水 他有多做一集訪問的,用Facebook 好像是用Zoom去訪問幾位受訪者 其實他這個養虎為患,簡單介紹 他有一個虎王叫做Joe 在美國養很多老虎,開動物園,賺錢 但當中牽涉到幾個派對 有一個動物權益 其實他自己有養老虎 叫做Carol Bensky 還有一些美國裏面的養老虎的人士 這個紀錄片很有趣 我覺得人物最好看的就是人物 紀錄片永遠都是,人物就是最好看的 Joe這個人就是一個非常過癮的一個人 我覺得是一個自我膨脹得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你覺得自己看這個紀錄片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這套養虎為患好像真人騷 因為他真的跟足好幾個主要人物 都四五年時間 又講一下他們的生平 講一下他們之間的什麼矛盾 甚至其實很敵對的關係 接著有他們的員工 或者周邊的人 個個都很有奇情的東西在 其實那個title都告訴你 因為他其實不是主要講老虎、保育 他是想講幾件事 murder、謀殺 其實整個紀錄片就是 講到其中兩三宗謀殺 一宗就是Joe疑似 或者其實他判了坐牢 就是想殺Carol 另一宗就是 我經常說Carol可能殺了她的親夫 拿遺產的 然後中間還有其他人的身亡 例如Joe的其中一個丈夫 或者她的老公 就是這樣 另外其實他曾經動物園帶火 燒死了很多鱷魚 其實有很多謀殺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就 好像說殺了幾隻老虎 對 所以其實有講謀殺 講一種瘋狂的狀態 Madness 例如為何那些人會為老虎這麼瘋狂 其實我們聊天也看到 那個動物園的員工很厲害 被老虎咬了一隻手 第二天就 這次就馬上回工 那幾天就回工 截了一隻 他們是很瘋狂的 他們是很瘋狂的 我覺得他有很多層面 這套紀錄片 始終現實真的比戲劇更複雜 除了剛才說謀殺 他又說動物園益 甚至乎可以說是一個 美國 我覺得甚至是美國 很多地方都有這些人 不過只不過有些地方 有些國家可以拿槍 有些國家自由度可以養老虎 但其實他裏面說的 那種複雜程度 就是 最後 雖然他發生在美國 但是他那個複雜程度 或者人性化的程度 是每個國家的人 看完都會拿到一些東西 我自己就很覺得 阿Joe這個人物 他很值得去看 就是他那種自我膨脹 他那種自我膨脹就是 現在所謂Youtuber年代 每個人都要做主角 要拍片 其實他在2000年 即2000年那時候 還沒有Youtube的時候 他已經很瘋狂地做這件事 又要聘請別人來做節目 又要拿 自己出唱片 其實我覺得挺好聽 不過最後好像是偷別人的歌 又好像 他不是自己唱 不是自己唱 我覺得挺好聽 這個人這麼厲害 你的品味 有幾首歌挺好聽 他很想成名那個態度 還有那種又要在Youtube頻道那裡開槍 即是他就說要堆壞這個Carol Spinskin 即是一個不斷攻擊一個敵人 好像現在的網台都是 即是說政治那些 就找某些人來攻擊 他就有這些有趣的地方 很強烈的就是 好像有幾個派對 有他 Carol Spinskin 那個Dog的博士 那個博士很有趣 即是三妻四妻 我覺得這個又是有趣的地方 除了Joe這個人之外 即是他那種自我膨脹的成名 那種意識形態之外 所以其實他那種 即是我們開頭 即是如果未看到紀錄片的朋友 可能就覺得 這套電影可能講 野生動物的保育 但實際上其實他可能 反過來是講很多 即是可能所謂的保育人士 其實都不是大家心目中那麼聖人 一來可能他們其實就 過程中傷害了動物 背後暗中其實做很多買賣 根本是他們自己養老虎賣出去 我紀錄片一開始都跟大家講 其實美國境內 在很多家庭或是 一些私人動物園裡面 自己養殖老虎 用多於外面野生的一倍 我聽到 簡直是呆了 原來實現 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老虎 不過不是野生的 即是 那種這麼混亂的狀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即是又講到其實 他們之間的恩怨 其實你看我不起 我很討厭你 一來就是爭生意 二來就是搶道德高地 但是他們自己本身 是不是有道德高地 先不說阿周那種 或者Carol究竟是殺了她的老公 另外那個Doc Ankle也有趣 其實他有一些 其實整部紀錄片就是 大家對於動物那種好奇 會不會變成了 另外有些邪教性質 即是那個Doc很有趣 他自己開動物園 那些女生是自己自願來做義工 24小時在那裡 養一下老虎 然後他又跟Doc 變成了三妻四妾 這個美國社會 那種美國人那種 有時候很天真 但有時候很容易受疏擺的狀態 我想是很吸引美國人去看的 我覺得都不僅如此 現在好像Carol那樣 她有另外一種 其實她們三個都很懂得操控人心 我覺得是 一個就是可以懂得 即是阿周 就懂得用一些肉油 即是一些所謂的社會邊緣人 因為那些人沒有出路 他就去找那些人來幫忙 他很會操控這些人 很會利用他所謂的媒體的策略 他也是這樣 可以令到另一個人被咬斷的手 都會繼續幫他打工 還有他有些員工都挺好的 即是他剛才我看整個紀錄片 其實他也有些斷腳 即是他那些人的心地很好 另外 另外Doc就不用說 即是那些女兒就湧過來 即是很誇張 即是那些女兒又不會吵架 不知為何 很厲害 掌控的能力很厲害 另外Carol就另外一種玩法 即是她就用一種大愛 即是用那種左膠 那種愛互動 那種去吸引一些人來幫忙 她就弄完一些什麼 什麼勳章制度 什麼藍衫 會員制 什麼什麼 你做了多久 多少時數義工 其實這些事情已經 她很厲害 她可以全部這些人 她可以令到這些人免費來幫她 那些人覺得自己在做好事 但其實Carol也有收受利益 她本身當然她自己也有錢 因為她所謂的前夫 會留了些錢給她 但他們每一個人都很厲害 玩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 這些事情就是 現在我們將她 甚至放在每個國家 放在香港 即是香港也有很多所謂的教派 即是那個教派是 在政治上的教派 都是那樣東西 我自己會聯繫到香港 因為很容易就看到這件事 有些人就很操控到 某些教授 又可以操控到一些信友 我覺得挺有趣 我自己解讀就是這樣 所以剛才你說到一方面 那幾個苦皇苦后 就好像操控能力很強 但另一方面其實我們很同情 其實除了她們三個以外 她們有很多員工 我也提到 其實她們都是社會邊緣人 有些可能是 其實中間都很集中說很多性別問題 所以其中如果大家有看報紙 前陣子李俊錫導演也寫過一篇 就是洪洲二托邦 可能美國很多保守的州份 就經常說同性戀 或者性別混雜的事情 覺得一定是趕盡殺絕的 但其實性別想像的 可以很浮動 究竟一個男人和兩個男人結婚 是否可以 又或者我們覺得男人結婚 一定是同性戀 其實她們 你會看到她們兩個年輕的老公 其實她們都跟女人發生關係 其實最後是生兒育女 所以其實那件事是很浮動的 剛才我們提到那個 其實是整套紀錄片裏面 最多人喜歡的 就是其中一個斷了手的 被老虎咬了手的那個女生 但其實她自己稱自己是一個男性 其實她們成長的過程 的確是社會邊緣 不被人接納的 但因為有老虎 她們覺得老虎又好像憑藝毒蜜 自己有個共鳴感 於是她們 那種真的怎樣互相安慰 或者互相成長的過程 是挺有趣的 另外 除了性別的層面 還有她這個戲 她的奇情 那樣東西 都可能牽涉到法律的層面 當然 可能最後 阿周也要坐牢 但其實她的戲 我覺得她是一個好的地方 我就比較喜歡她 其實我覺得她 有看第七集 只有看第七集 沒有看第八集 是很不同的 對整個戲的感官 即是 其實第一集 其實第一集 就是統一 都是那兩個導演 製作 其實她拋了一些波 就是 一些證供 或者一些例證 可能性 就是 其實Carol 有沒有殺到她的前夫 即是這個很值得討論 因為這個 這個也是整個戲 我看到第三集 就是講這個女人 最吸引就是看這裏 即是她有沒有 還有她前夫 那些前妻 又出來了 那些女兒 即是 很多事情都好像主她 我覺得這個 我當導演有些少少 特意做她 有幾定的立場 我也是 另外就是 究竟Joe 其實是否真的禁忍我不捨 我覺得 如果只看第七集 我覺得Joe 他可能是喜歡自我反將 或者他甚至說 他有一種仇恨的言論 但我覺得 他未至於要蹲那麼久 我自己覺得 所以中間後面就講到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有 買兇殺人 究竟是別人做他們 他真的做了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其實 紀錄片講到這裡 反而他沒有去轉得太多 反而他很想轉的 就是Carol有沒有殺了她的老公 是啊 他就是什麼 即是 他那些周邊的人 在這個紀錄片 在他頭的七集紀錄片 都講一些東西 都比較 叫做 中立一點 或者他都很站在Joe那邊 但好像當知道Joe入獄之後 因為他無後顧之憂 可能他們拍的時候 因為Joe還未入獄 那一分鐘真的開槍射他們 他有些話可能不敢說 我不知道 或者那時候的心態是怎樣 那時候就是第八集再訪問那些 第八集再訪問那些 那套戲 一切已成定局 好像Joe又蹲了牢 然後那個戲又大紅 整個劇集就很熱 大家都可能指著Joe來罵的時候 然後整個製作 突然之間的訪問 好像每一個人都一面 左右 繼續插這個Joe 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是 如果我沒有看 其實我覺得Joe 普通觀眾 當然我沒有動搖 他都會覺得 Joe其實可能只不過是一個 有一件事衝分了頭腦 他有一種控制獄 那個東西比他想養好老虎 但我又不覺得 他不是不疼動物 我自己個人覺得 其實他頭五六集就說了很多人的瓜葛 第七集其實也有 最後十分鐘都在尾尾 有一段Joe自己都說 可能我也是因為錢 因為錢就很多東西變了 錢和那種控制獄 或者他想建立一個王國 因為他好像所謂Tile King 他不是只想養老虎 他想建立一個動物園 覺得他好像這個東西的專家 大家會很喜歡他 他最後還選總統 所以他這個人是挺有趣的 當初他提到為什麼他會接觸老虎 就是因為他自己是同性戀 然後他不接受他 然後自己跑出來 漂泊之間 遇到這些野生動物 覺得好像一個位置 走上這條路 但是人膨脹左右始終很難說 很多事情 我們經常說初心初心 初衷的事情可以變得很大 還要經歷了這麼多年 經歷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事件在他發生 還有很多周邊的人都很影響到他 他由原本真的喜歡老虎 或者想養老虎 變成建立自己的王國 變成攻擊一個跟他持相反意見的人 那件事就浪費了很多時間 甚至乎我們看的那個劇集 原來都不是說老虎 都不是說究竟老虎有多危機 在這個世界上有沒有絕種 都不是說這件事 甚至乎都不是說老虎買賣那種黑暗的程度 我也覺得不是 好笑 所以整體來說你是喜歡這個紀錄片 我喜歡追看性 有些奇情的東西 我也喜歡追看這些東西 所以回到剛才一開始提到 這個紀錄片 感覺好像真人騷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其實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愈看愈生氣 因為我覺得 可能平時我們在香港 或者我們很多電影獎 都沒有頒紀錄片 我們不是很熟悉看紀錄片 我自己平時最多 我去看鏗槍集 我經常都會覺得 你既然講到這個話題 可能你中間會訪問一下 一些貨物家 講一下老虎 現在有什麼情況 或者你訪問一下律師 為什麼美國的法律 就是保護不了動物 或者禁止他們私人養老虎 為什麼搞到這樣 但是這套紀錄片 是完全沒有這些東西的 沒有這些東西 剛剛也提到 其實那個導演跟蹤這麼多年 可能都知道他有很多秘密 甚至其中訪問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很有趣的 有一個紀錄片製作人 或者電視的監製 叫Aurek 一早就知道這個租號 很有娛樂價值 就跑去自戰 跑去做他網絡節目的主持 監製 然後其實他說 都拍了很多不少 都見到他殺老虎 但是那個Aurek 我最後都很後悔 沒有他報警 那個導演其實 如果是紀錄片倫理 我真的見到有一個人犯法 其實我是不是就是拍完他就算 還是其實有沒有責任要去舉報呢 雖然你是跟他建立了那個關係 究竟是怎樣的呢 又令我想起紀錄片裏面 很出名的一個導演 叫Aaron Morris 他其實都拍了很多很爭議的題材 甚至經常訪問一些很厲害的政客 訪問過拉姆斯菲德 最近兩年前就拍了一套新的 訪問這個所謂的美國國師班農 很厲害的 他跟他對談的時候 其實兩個 紀錄片導演其實可以跟你那個 採訪對象可以針鋒相對 但是今次我養虎為患的兩個導演 他見到這麼多講故事這麼厲害的人 其實他沒有什麼質疑過 跟他們對質的 就是Carol說過自己 我沒有老公 會不會先撿他兩句 這些證據說你是怎樣怎樣的 那你怎麼解釋呢 他又不會走去 所以 就是 一開始我生氣的時候就是 你 為什麼刻意會做到這種 大家就 一定是堆死阿Joe 或者堆死Carol 這樣的心態去看紀錄片 我又覺得 不一般 我就站在他發掘人物的立場那裡 他是做到很多事情 就是 我覺得他本身找到這個題目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 就是 他是不是已經很熟悉這幾個角色 就是他已經 其實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找到 就是人物出發一點 可能整件事就是 他就可能 沒有那麼 好像你說 他不是說 他就是相對 好像懶得客觀 我不能說他完全是客觀 就是 他去 可能每個人都給他們一個機會 去發揮 說他們自己 他那條Line的事情 那就 就不是那麼牽涉太多 我就覺得他在人物上做就 還有他有出閘 有多點時間 跟普通的紀錄片 可能 那個時間上可能不同 那我就覺得挺好的 就是至少每個人物 就算是一個小人物 斷了手 有個肥仔 有個businessman 那條人物 就是 就算那個殺手 Alan 都是很過癮的 每個人都 他就是 這麼巧 就是找到這些 這麼有趣的元素 我覺得 令我想起 可能 高攀了一點點 就是這套東西 我覺得 何索一點 就是找到一些狂人 不過可能 如果是何索拍的 我又有另一種玩法 這個人有一點像 那個灰熊 灰熊人 那個人 不過他就喜歡 對 有一點像 都是找一些狂人出來的 我覺得 我就覺得 好看的地方就是 他 角色黑碼 發掘這些人 就好看 所以現在的人民 全部都紅了 第一 你提到第八集的紀錄片 就說這些人 在旗出道街 去超高市場 那些人都認到他們 還有現在都有一些劇集 說會把這套 拍真人版 我今天看到 新聞就說 找Nicrous Cage 去見這個 虎王阿祖 挺紅的 又是 可能 都需要再重新 去 進入 一些人的視線 這個Nicrous Cage 就是 是不是有一點狂 那些 都是狂人 最初 那些網民 打算找 Brad Pitt 去演 去虎王 你覺得 如果拍香港版 找誰 我又抽身 又是黃抽身 是 好像瘋 瘋子 所以這個紀錄片 都很過癮 不過可能 未必大家 完全看完 大家一起去 關注一下 這個紀錄片 那你建議 看第八集嗎 建議的 因為第八集 就是 怎麼說呢 是反過來 除了可能 你很喜歡的人物 或者你不說喜歡 很關心的人物 他會給你另外一套看法 原來大家對阿祖的想法 原來是 不是大家所想的 是有另一套看法 或者再抽高一點 想 剛才你也提到的 就是 其實是 根本 整個製作的過程 或者放影的過程 其實是影響了這班人很多 就是阿祖自己 常常拍網台 其實可能都心紅 或者變了另一個人 究竟這班人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劇 令到他們很大的改變呢 是 抽高來看是挺有趣的 這個就是 紀錄片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個時候 這個時刻和這個時刻 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 因為背後太多 太多影響他們說話的元素 就是所謂的 紀錄片反映真實 是不是真的反映到真實呢 就是又是很值得 就是 可以值得討論的一件事 這樣 那今集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 就是 提提大家 最後我們都買廣告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Like我們 背面電影人 還有電影文化中心的項目 我們就可以 甚至乎 我們都很想 這個很值得 我們開過什麼Zoom 不知道什麼出來 大家一起討論是好的 這個 好 如果大家反映過 我們就開一集 好了好了 今集就這樣 拜拜 拜拜